下面经中说 赞美为人 举出这个意思 真正实 佛所说的不是别的 就是说的自己 没有说到自己以外 自己真有智慧 真有德行 真有能量 真有向好 你什么都不缺 只要你把心定下来 把万元放下 你本来是福 阿弥陀佛 是你自行变的 极乐世界 也是自行变的 中逢禅寺说的好 我心 即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即是我心 此方即是净土 净土即是此方 如果我们心清净 就在这里看到 这块土地 是西方极乐世界 是西方极乐世界的 净土 经上所说的种种 庄严 你就在眼前看到 你能把它真实 一念清净 它就一念心 念念清净 就念念心 我们清净 我们清净 见佛了 心里一动心 我见到佛 散不散佛 佛不见了 为什么 又忘念起来了 一念不生 就相应了 有音念都不行 有佛也不可以 实验性了 没有起心动力 一个念都都没有 你见的时间就长 什么时候不见了 念都起来了 有一念起来 想就不见了 所以它真的不远 为什么 长寂光丽都定 智慧在长寂光里头 德相在长寂光里头 明心见信 就是见到长寂光 所以见到长寂光 你还不能进去 你不能给它融成一体 见到长寂光 就是明心见信 那么在华严经上 出诸菩萨 就见到了 到什么时候 才慢慢融入呢 到八地 八地 九地 十地 十一地 就是融入了 十一地是等觉菩萨 完全融入了 就是妙救 所以修佛第一个重要的 相信自己本来是福 你才能真的 本来是福 啊 愿言经上这句话 如无暗指 还应发光 啊 念老子下面解释 此之发光 是心心 是心心 心神啊 就是 是心是福 是心做福 非因收处啊 啊 收处是 佛按指 啊 手啊 前面进民经上 佛是用足指 是教啊 不识收教啊 不识 啊 这个发光啊 是心心是福 是心做福 啊 阿难见佛 之应于归真之音念 这个 啊 就是这音念是真心 念佛时 你看 实心念佛 见佛的时候呢 是实心见佛 知识一心 我心 佛心 无 毫里 虚 见佛 这是一不时二啊 我心 佛心是一颗心的 我心 众生心是一颗心 那 你知道佛是自己 知道 所有一些种子是自己 没有念呀 啊 顾所愿 佛 给你 于是 不给一念 不给一世 啊 只是一念呢 无 过去 现在 未来 当下 就是 所以阿难 一拜佛 一念佛 就见到 阿弥陀佛 啊 这个 可 念佛人 在灵命宗时 若能 一念 归正 就看到 佛来 接应他 啊 所以这个 一念是真念 如果是像平常这个妄念 佛不来 跟佛没有感应 这就是 念佛的人多 往生的人少 人因之所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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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